你 你說一定要時尚老化 那麼時尚這個東西不是我們的表象 而是從內心開始 是不是 其實我們在醫生中間裡面 我們很少去運用這個武感 去享受人生 所以我比較鼓勵的是說 在第三人生 你就好好去吃東西 好好去看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的東西是 在我們的第三人生 或者是說我們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好像不是要去完成什麼東西 而是去促進我們大腦裡面的好奇 然後你想要去試試看 夠了就夠了 以前帶你養兒育女啊 什麼照顧家 其實久了也會變成一種慣性 它變成你的舒適圈 這就會碰到一個所謂空巢期 這是脫離了你原來的慣性 所以你要去過一個所謂的 另外一種樣子的日子 其實是脫離舒適圈 對我的概念是這樣 我們去創造一點新的經驗 我要為我的老年做準備 那你透過這樣子的書寫 你自己重新整理自己的情緒 那是才讓你有機會去轉念 然後做一個未來的一個規劃 對 日記是最好的 或者是你不用去管語句順不順 是不是很大的情緒 本來就是啊 因為它對我們來說 就是一個自我對話或療癒的過程 他的這個生活哲學 就是不要過得糊裡糊塗的 那面對生活 你也是這樣嗎 在這個年紀啊 真的盡量我們去找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讓我們快樂的事情去做 同齡的這些朋友 真的要走出去 不要常常會坐在家裡面 只要學習你就有收穫 每一天對我來講都很重要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應該要快樂的 不需要去浪費這個時間 我都是選擇 可以讓我開心的事情 不管是看的說的聽的 好像可以不セント 對我來說 一定會令人感知 就可以想要快樂的 對我來說 你也要可憐 我覺得 好